大家好,我邓慧文,阿虞,为你做会,心思有人知道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健康方面的知识 来到我们节目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梁慧文 慧文你好 慧文你好 两个慧文 当时好 慧文这一次的身份已经不只是这个 应该说最早大家熟悉的就资深媒体人嘛 现在已经是作家,作者,作家这样子 来,这次是因为你跟陈静心 也就是亚洲肺癌手术的权威医师 一起出了一本书 这本书是叫,我先念副标 因为这个副标让我们知道这件事非常重要 叫做全面迎战台湾新国病 哇,这会让大家觉得说 新国病大家猜一下是什么 而且这个全面迎战不是赢 不是面对那个影像的赢 而是要打赢 要WIN 要这场战要打赢 这个是什么病 要怎么预防跟治疗 就让慧文自己来讲好了 你们要迎战 带大家迎战台湾新国病是什么 听起来真的是有些沉重 确实就是过去大家比较知道的传统的活病 就是我们的肝癌 那肝癌在这几年其实已经有非常显著的进步 包括就是有些新的药物进来 然后也包括我们实施了疫苗 所以几乎是已经接近要往根治的方向走了 那串起来的是 其实大家可能还一直停留在说抽烟才会得的肺癌 可是已经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临床医师已经发现非常非常多的案例 都是不抽烟 没有危险因子 没有家族史也得了肺癌 而这个人数非常惊人 在去年最新公布的十大癌症死因当中 除了首位 其实不稀奇了 因为已经快要20年了 他的死亡人数已经突破万人 也就是说 在我们全台湾 大家知道癌症很可怕 但是每五个癌症死亡人口里面 居然有一个就是死于肺癌 你看这人数多不多 是相当惊人的 所以我们一直很希望 也谢谢陈医师 拨了非常多的时间跟我一起讨论 然后一起交流 就是关于肺癌的预防 应该怎么做 才能够给民众最大的帮助 因为他在医院门诊 因为他是外科医师 其实他做的就是手术 可是往往来找到他 看到他的人呢 都已经第三期第四期了 让他都觉得很饿玩 他会觉得说 如果早一点 就能够让你们知道说 我们怎么样来预防 其实后面的治疗 不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这是他出这本书的初衷 对我们就是很希望 就是把肺癌现在的一个面貌 面相 然后要怎么做 才能够做最好的防护 的相关知识带给大家 你刚才其实已经纠正了 大家一个不合时宜的观念 就是说抽烟才会得肺癌 那么大家现在应该怎么 在日常生活当中 应该怎么去预防肺癌呢 我觉得其实 还还蛮可怕一件事情是 就陈医师的说法 他说只要会呼吸 就有机会得肺癌 这件事你相信吗 可能很多人很难想象 其实我们之前从访问 其实也常来我们节目的 那个卢建章导演 他不是自从他的朋友的小孩 很年轻就得了肺癌之后 他整个投入那个 像空污防治 其实我听他讲过很多次 所以一开始没有这样想 可是他也是这样说 他就是说他所了解防插的 就是你现在呼吸的空气 其实就是有问题的 那怎么办 这么说 真的这是还蛮无奈的 就是说像卢导演 他讲的也没有错 可是你会想说 好像只有PM2.5 或者是空污这件事情 才会影响到我们 其实生活当中 确实有很多的致癌因素 在里头 包括我们室外的空气 室内的空气等等 我们的室内空气 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这整天在家里 或我们窗关紧紧的 我是不是就可以 免除于这个威胁 其实不然 刚刚那个主持人提到的 我觉得其实现在 你真的是 必须要靠一些工具 比方说 你可能随时需要去监测 我们的空气品质 像现在有很多的APP 你可以从手机去downloadAPP 然后去看那个 空气品质 现在的状况 如果外面空污严重 请你不要出门 或者是戴口罩 这是一些方法 那如果说你在家里 在家里也是随时 需要做监测 那我们也可以运用一些工具 比方说 厨师机很重要 比方说 我们的空气清净机很重要 这些都是一些 多多少少 可以帮上忙的工具 那当然对 在医学上面 我们比较直接 能够做到有效的预防 就是希望大家 可以有一个意识 就是说 你不是只有抽烟的人 也不是只有 危险因子的人才需要 而是全民 其实都需要在 45岁 陈医师建议 45岁以上 你都需要先做过 我们所谓的 低剂量电脑断层检查 也就是英文 常常听到可能LDCT LDCT 那目前呢 我们官方 因为这么多年的 这个医界在推广 在呼吁 也终于在今年的 这个7月以后 正式的来公布 就是针对高危险群 他们有提供免费 免费的两年一次 LDCT的筛查 那这个如果你是自费 可能都要6000块左右 那这个有纳入公费的 对对象 是要什么条件 就是目前就两大族群 一个是我们的 你有家族史的 只要你的家人里面 比方说有姐妹 父母等等子女 有这些相关人 是已经确诊过肺癌的 你就可以去预约登记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 针对我们这个 有抽烟史的 比方说 他当然定义是长30 30包年 意思这个单位就是说 如果你是每天抽一包 而抽了30年 或者是一天抽两包 抽了15年 用这样换算的方式 去算你等于是 重度吸烟者的话 他也可以帮你做 这个免费 当然他有一个年龄的 这个限制 大家可以到这个 我们国建署的 网站上面去查 或者是他上面也有公布 就是全省有 目前有将近100家的医院 有合作医院 你都可以去两年一次 做免费的筛检 这个low dose CT 低剂量的断层 很多人做了之后 都会看到肺部有一些 小小的节节 那其实就要开始追踪 你刚刚讲的 陈医师的建议是说 45岁以上就要先做 然后两年追踪一次 然后如果有变化 就可以看出来 但是其实是不是民众 对这个还是有很多疑虑 或者是比较不当的观点 像我就有听过 就是医生在建议病人 做健检要不要纳入 这个项目的时候 其实就有人提供一个观念 就是说那个就会看到很多 其实是良性的节节 虚惊一场 然后你就会压力很大 或者说其实差不多 十多年前吧 有例如说医院 有大幅的帮员工 做这个筛检 对不对 然后就有很多人 为了因为家族死 然后就怕未来自己也会 所以就做预防性的切除 其实就觉得那个 就是那个节节 还没有真的感觉说 已经是恶性或是第几期 然后有些人就有一点 反思的声浪说 到底怎么样算过度 那这些其实 这个你跟陈医师 都有很多的探讨跟说明 可不可以跟大家的导证一下 要用什么样的心态 去看这个检查 我懂你的意思 因为真的确实 一直有在被探讨 就是说关于他的 伪扬性的这件事情 还有他的辐射剂量的 这件事情 那在我们这本书里面 其实也说得很清楚 因为真的很多的民众会有疑虑 那我跟陈医师这边 我们在书里面 想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 你如果被检查出肺结节 其实先不用太紧张 先不用太紧张 毕竟就像 刚刚主持人提到 就是说 他最后的恶性率 其实不是那么高 但是我们 为什么希望大家 还是要来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他等于是一个 一个门槛 让你先至少知道 你自己肺部的状况是怎么样 你现在肺部 有什么东西在里面 不然你平常 老实说 我们的肺癌早期 根本就没有症状 你根本不知道 里面有没有长东西 那甚至有些人 等到有出现症状了 那已经三期四期 或是他说 我每年健检照 胸部X光啊 都有照啊 可是几个月之后 居然被确诊肺癌 这种非常多 那为什么 陈医师会大声 几乎觉得说 不能只靠胸部X光 就是因为 胸部X光 可能照到的 都是两三公分以上的肿瘤了 好 那我们的 低阶段电脑断层 可以照到0.3 这么小的 也就是 他是一个 揪出早期肺癌的 一个有效的工具 那对于 如果检查出姐姐 为什么不要担心 就是一般有经验的 临床医师 他还是会去 进一步的去了解 跟去检查说 你这个节节的大小之外 还有他要看他的形状 形态 是不是实心的 还有长的速度等等 所以我们在书里面 也给大家一些 基本的概念 就是说 比方说 你是0.6公分到 0.8公分 这个阶段的话 你可能稍微注意一下 大于0.8公分以上的节节呢 才需要进一步做处理 如果不是的话 可能还在那个bottom line的人 可以就是提醒你 你已经有这个前提了 或者有这个前兆了 你可能后面 你自己就是 每两三年 就要做一次检查 看看他有没有变大 那所以这个 其实我们是希望 大家就是说 至少你在人生中的第一次 就是45岁 一般健康人 如果你是有家族史的 可能还要提早个5到10年 至少做一次 先知道你自己肺部状况 然后找一位医师 长期帮你做追踪 其实这个部分是 陈医师非常希望 能够给大家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提早着手 超前部署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工具 可以运用的时候 其实你必须要 让自己 就是对自己的健康 有一点责任 就是不是说 我有做这个健检 其实你也要去了解 你健检的项目有些什么 是不是真的有针对肺癌的部分 最好是能够加做LDCT 这样子 是相信大家这样 就有比较正确的概念 那很多人 还有另外一个迷思 就以为那个是老人 就是用很久 对不对 其实书里面 我们也有看到 其实肺癌 跟一些其他的疾病一样 都有年轻化的情况 这个年轻化 大家听都觉得 还蛮触目惊心的 你看我们里面访谈了 有我亲自访谈了 十位个案 老实说 四十几岁的 也有 至少就有一两位 五十几岁的 也有 也就是说呢 不是像我们过去觉得说 这个肺癌就好像是 年老高龄的时候 才会出现的 其实不然 尤其是如果你有家族史的话 那更可怕 那可能很早就出现 那我们连接到一下 就是刚好 最近的新闻有提到 是像云月琪的这个状况 它就是因为基因的关系 所以呢 你看它这么年轻 老实讲 不应该这么年轻 出现这么严重的癌症 可是因为它有 带相关的因子 所以它就会比较早出现 那我们的肺癌也是一样 其实越来越多的证据 已经找出来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东方人 尤其是华人的女性 这么容易 在没有抽烟的情况下 还得肺癌 结果关键就在于 我们其实身上是有带阴的 就是有一个变异的基因 那这个基因就像一个隐性 在你身体里面一样 一旦你接触的 质安因子多了 你就很容易沾到 这个癌症 在自己身上 所以这个 我们就必须要 提醒大家 就是说不只是你不抽烟 不喝酒 作息正常 或者是说你爱运动 我们里面的案例也是 有这个爱运动的 结果呢 等到他还是因为一次的 觉得只是个身体小小不舒服 顺便做了检查 结果发现居然肿瘤已经3.9公分了 居然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 因为他觉得他的生活也很正常 他也不是去做检检发现 他只是因为医生说 你都来医院 我顺便帮你照 哇一照3.9公分 那怎么办 而且后面 他又找了很认真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多看了几家医院 又找到一颗 甚至连脑部都发现了 所以直接就被判第四期 非常年轻的一个爸爸 所以他后来就因为这样子 他把整个工作都停掉 然后他就很专心的来对抗这个癌症 那当然后面状况是非常好的 我们也是希望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里面访谈的几个案例 都是比较成功 以前很难想象说 我们的肺癌可以光靠吃标靶药物 就让你抑制下来 现在标靶药物的进展 是连陈医师自己都一直觉得很惊呼的 就是他也觉得说 现在的这个医疗状况 真的大家 如果你这个被检查出确诊了 也不要太早放弃希望 其实在临床上 我们现在有非常多工具 可以帮助你做治疗 其实大家会关心 然后愿不愿意早期做检查 就是要看有没有的治疗 就是说 如果早期发现可以早期治疗 那大家都会想要早期检查 那如果说检查出来也是 也是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以前会称为绝症 其实就像前几集的节目 我们也告诉大家说 不要再用绝症来称呼任何东西了 要保持那样的希望 而且这是整个是一种对身体的态度 是不是 以前的人有时候会觉得说听天由命 可是现在会觉得说 其实很多事情你也没有听天由命啊 空气污染你还是出去吸 就是这也不是自然的状况 既然人类已经活在一个不全然 是本来自然的状况 我们也要有相应的方法去面对 那刚才大家也听到这个 亚洲女性或是台湾女性的 基因方面的特质 这可能也回答了一个问题 因为以前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猜是什么 亚洲人的烹饪方式 然后都是女人在煮菜稀油 这当然有相关 对 就是它是一个致癌因子 我们等一下就再请惠文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日常生活中应该要做到 像吃东西也有关系哦 今天我们访问的是梁惠文 惠文常年来都跟我们介绍 很多医学跟健康的新知 这次他跟肺癌的治疗权威 陈静心医师一起出版了这本 肺癌的预防与治疗 全面迎战台湾新果病 这个无声杀手肺癌 其实大家日常生活就可以去注意它 刚才说到油烟啊 抽烟啊 基因啊 这些东西 那大家可能现在都会比较警觉 有人就说 现在每天都戴着口罩 是不是也顺便帮忙呢 可是口罩怎么戴 还有这个你每天吃的东西 竟然也有关系 不是只有吸进去的东西呢 吃的东西也有关 赶快来请惠文跟大家解释一下 对 先讲简单一点 就是口罩的部分 大家应该已经都非常熟悉了 但是就是重点提醒一下 就是说 大家在使用口罩的时候 如果你要做一些防疫方面的病菌 那我们可能就选择医用的口罩 那如果你是这个一般骑摩托车族的话 机车族真的要好好把口罩戴好 因为我们确实发现了 这个路上的这个气机车的废气排放 那个对于我们的肺部杀杀力真的很可怕 你如果没有戴口罩在路上骑 真的像一台行动的这个空气清净机一样 把你的肺当成行动空气清净机 这个长年累月下来 之前也有一对夫妻就是这样子 他就是骑车骑了40年 从来没戴口罩 一个中部的夫妻 结果后来陆续确诊了肺癌 他们也觉得 怎么会因为这样一个小习惯 就居然有这样的后果 觉得非常吃惊 那再来就是说 如果你需要 这个你是需要过滤一些 这个怎么有味道的 比方说你是在做油漆啦 等等 那这个可能用一些 我们比较特殊的有活性碳的口罩是OK的 那当然口罩有很多种啦 大家可能就是可以细看我们的书里面 做一些正确的选择 适当的选择 除此之外要提醒大家就是说 你在戴的时候要紧密 因为它毕竟是照在我们的口鼻 你的鼻梁这边一定要压紧 还有我们耳朵的这个带子 松紧带 也最好把它 如果真的太松就把它卷一下 让它可以就是更密合 那这个还有啊 很多长辈啊 真的要特别提醒啊 不要戴了一整天都不舍不得换 这个咳嗽啦 或是你讲话喷口水啊 里面已经湿了 其实就已经不是不适合了 然后应该把它换掉 这是口罩的部分 那另外呢 就是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一些生活环境当中 比较重要的危险因子 抽烟一定是第一个啦 请大家务必这个远离我们的烟害 那另外一个是像油烟的部分 因为家家庭里面 尤其是我们华人真的是喜欢 可能喜欢比较多的这个炒啦 或是煎啦 那这个很多的这个油烟起来 其实很伤妈妈们的肺 我们有尤其是这个 有在煮料理的这个妈妈 可能也绝大部分都没有戴口罩 那加上就是这个抽油烟机的一个帮忙 抽油烟机一定要开 帮你把这个油烟吸出去 不然你看我们那个抽油烟机 你每年在打扫的时候 上面所卡的那些油啊 其实就等于卡在你肺部里面的油 那个是非常 就是卡在那里不会动了 久了它就会变成形成癌症 所以像这些小地方真的要注意 那陈医师他也有在书中分享 他们家的话他是都都是用水煮比较多 或者是用这个电锅去加热这样子 他就是吃的比较简单 那他们都不做这个油烟爆炒的这个部分 当然如果大家可以看我们书里面 也分享了一个妈妈也是这样子 他都很少出门的 可是他确诊的确诊了这个肺癌 他回头找原因 找了很多 原来最后他发现很有可能就是 他每周都做监鱼这件事情 所导致的 因为他说他后来因为准备要手术了 所以把家里全部检查一遍 包括他的这个抽油烟机 是不是大小不合 高度不合 全部都换都改装 他才发现说 原来他的这个这个监鱼 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他当天那个师傅帮他测PM2.5 他只是下一点点油 整个就直爆了 所以表示说常年累院 如果你一直在租家 一天三餐这样吸 真的谁都受不了 所以这个我们在居家的时候 除了料理打扫也要带 最好还是把口罩给带着 还有一个是焚香 我们很多的真的是华人的风俗 我们的文化里面 就是比较虔诚会祭拜 尤其是在家里面 可能还有这个祭祀祖先等等 可是请拜托 在烧香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室内的 空气的流通 要开窗 那最好是在那个 熏香的这个半个小时内 通通开着窗 那人也不要在里面 那但再严格一点 是希望说大家最好就用手 替代这个香 心诚则灵 我们就是一个拜拜 就是要表达我们对祖先 对神明的敬意 其实不见得要用香 不然那个熏香 其实长久下来 也是对肺部有一个伤害 这样子 那吃尽嘴巴的东西呢 我们确实在一些 这个研究里头 也陆续慢慢 也要开始针对 就是说除了前面有找到说 跟基因相关之外 我们确实有去比对 我们跟西方人不同的地方 是有一些 有一些点是 我们东方人的 致癌因子里面 跟这个西方不太一样的 包括有一些是 我们所谓的 亚硝酸盐的这个部分 那亚硝酸盐的摄取呢 都是跟这个 日常的饮食比较相关 所以当然到底是哪些来源 我现在还需要更进一步的 更多的研究来来佐证 但是就是有发现 如果我们摄取的 我们体内的这个 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话 那你如果又吃到一些 氨类的这个食物 比方说去死 或者是一些 相关的这个 含氨类的这样的食物的话 其实它转化成 硝酸盐的话 就是亚硝酸盐 这样子的东西的话 其实那个就是一个 致癌的物质 其实那个致癌 也不是只有肺癌 对不对 其实会跟很多癌症都有关系 对对 亚硝酸 那亚硝酸这个东西 真的大家就是要 比较要留意 所以会希望就是说 当然饮食上 没有什么 吃什么就可以 抑制肺癌的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 就是普遍要能够 从这个均衡的饮食 自然的饮食 多吃原型食物着手 当然我们特别去访问 营养系的教授 他有提到就是说 希望大家就是 能够多摄取我们的 这一些营养素 尤其是植化素的部分 就是一些蔬果 那里面呢 包括了有一些 纤维质 或者是我们讲的 维生素A A B C E 这几个都是对我们的 抗氧化 蛮有帮助的 所以如果是希望 我们的基因能够健全 这些营养素 真的要多摄取 它可以帮助我们 就是除了做防御之外 也有修复的功能 所以就是 总体所有的这个癌症 其实一样 就是你的日常的饮食 就要均衡 然后要多吃一些 这样的营养素 然后有提到就是说 一些我们传统 可能大家也很常听到说 吃什么白色食物啊 可以润肺 因为中医好像 有这样的讲法 那其实这个也是OK的 因为白色的食材 比方说我们讲的 这个高丽菜 萝卜等等 其实这些东西 它真的是 里面的一些成分 是含有这个抗癌物质的 那可以 也像说水梨也是啊 水梨它就是 脂液比较多嘛 所以它也可以神经轮肺 这样子 那我们希望就说 因为我们的肺 要从气管进去 有很多的黏膜 然后都需要被保护 如果你这个黏膜 不够健全的话 其实很容易就是 从这边就长出癌症 你讲白色的食物 还好你没有讲燕窝 这个就 就不是一般人都 可以吃得起的 为什么会说这个地方 因为其实大家问到 什么疾病跟什么食物有关 其实像我们在医疗领域工作的人 我们如果听到这个问题 脑子第一个想的都是说 吃什么会致癌 可是我发现 真的跟一般大众接触 当他们在说 这个疾病跟什么食物有关 他们想的都是很神奇的 吃什么食物 防止防癌 但我觉得真的就像慧文 还有书里面提醒大家的 你真的要先去想 你吃什么是健康的 然后避免掉不好的东西 像你说亚硝酸盐 其实很多腌制的东西 肉品腌制的 其实烧烤类 都会有这样子的东西 像香肠火腿 可是大家知道这件事 已经好几十年了 但是好像很多 美食习惯的人 还是觉得 我会听到一句话 我比较难理解 就是说什么 如果生活中不能吃这些东西的话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我真的不晓得这些人 到底有没有生过病 怎么会这样想 那如果问我的话 我也是会吃啊 但我觉得你不要到天天吃吧 或者是经常吃 偶尔你比方说 两三个月吃一次 应该也还好 就是生活有时候 那个balance 自己还是可以拿捏 那当然如果你要严格一点 如果你已经有这个 家族性的基因 尤其费还是跟这个 家族性非常相关的话 你饮食真的还是要 该进的要进啊 就不要自己还在那边 对啊 就是明明知道 那边有风险有地雷 你还去踩它 对 我觉得这是一种 经营自己健康的 自己的人生哲学 那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那说到这个啊 很多人是紧张派的 你刚刚说的是比较轻松 然后疏忽 但是也有人非常紧张 家里面每个角落都放什么 空气清净机啊 什么的 到底这个东西会有帮忙吗 怎么用 才不是花冤枉钱呢 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聪明使用空气清净的方法 我觉得真的家里有有这两机是很重要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除湿机跟空气清净机 然后那空气清净机 其实呃就陈医师他他的这个呃推荐就是他觉得还是必须要在这个使用得索 也就是说呢 比方说你在呃客厅好了 客厅是大家比较回家就会聚在一起的地方 你在哪里活动 可能你就在那里放一台 这个是必须的 因为那个过有过滤空气的这个呃的功能吗 那当然你人离开了 有些也会推荐说 呃其实你也可以比方说在你出门上班的时候把它开启 然后等到回家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把空气都已经过滤好了 当然这个呃现在已经有更先进 很多机器也是可以设定用什么app遥控 你就可以提前在比方说你六点回家 你四点就把它开启 然后稍微把里面空气 屋着空气给他这个过滤一下 那呃除湿机也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说除湿机跟我们的肺部健康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其实台湾是一个非常潮湿的的环境 然后潮湿会带来很多的疾病 那尤其是你说像发霉 那些霉菌的包子什么的 你吸进去你的肺 其实长期就是会对健康有影响 那再来就是有些过敏也是这样来的嘛 所以会建议大家就是说 那个在一些呃地下室啦 或者是就是你房间里头 那你可能可以把这个除湿的 就是湿度控制在大概50%左右上下 也不要太太高 有时候会让自己觉得呃太干了 觉得不舒服 那大概50%上下的话这样你也可以防沉蛮啊 防这些霉菌的发生啊 其实这些就是在我们居家里面可以有一些帮忙的地方 其实像这个初夏就梅雨季的时候跟台湾的冬季喔 你要控制在50%甚至60%你大概都要用到除湿机啦 然后有一些住在比较潮湿的地区的的这个朋友们 这个实在是很难看到50%这种数字 有家里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摆一个湿度计喔 如果你你摆你就会有感啦 我以前没有摆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是靠自己的身体在感觉那个湿度 你真的看了看了那个数字之后 你比较会有意识的去管理它 然后我也想补充一下 就是刚刚大家讲到那个空气清净机 每一台机器都有它的效能 对不对 就是它有那个平速的限制 可是我就知道像有一些长辈 他们就是会说 去卖场哪一台特价就买哪一台 然后就很安心的说 哦我家有 其实他家好大 可是他就只有在一个角落放一台 而且那个开放的空间或什么 这个大家可能要稍微严肃一点 这个我可以分享我自己采购的经验喔 就是一千 真的就像这个可能十几二十年前 真的就像那个我们邓医师讲的 就是说大家觉得有放有安心啊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除了状况怎么样 或者是空气清净机开了 好像有就就有就就心安了 其实不是这样 现在真的如果你是近几年 在采购这方面的这个家电的时候 真的大家会觉得进步非常多喔 有些那个面板上啊 你就像我家自己现在最近几年 也是近几年我们就是有把它换 把旧的钛换掉 然后用新的机型 其实它就会让你很清楚看到说 你现在包括空气品质怎么样 我们那一台是还可以就是 它就会直接在面板显示颜色 让你知道说喔你现在是不是紫色 紫爆了还是还是现在是安全的一个状况 然后湿度它也都有 所以你其实可以依据那个去评估你自己 现在室内的状况怎么样 现在其实都非常的进步啦 我觉得这是好蛮好的趋势 所以大家就是要多照顾自己啦 多照顾自己 那陈医师不晓得有没有对于空屋 它有什么建言或是想法吗 因为空屋仍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不对 我为什么会对空屋很有感 除了刚才说 这个几次访问那个陆导演聊到 我也是看家里面的这个空气清净机 你知道吗 我会很惊讶 因为其实家里面的门窗 像夏天都开冷气 它都一样是关着嘛 可是我一开始 我刚用这些机器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说 每天下午到了三点半 它就开始从绿变黄 然后有时候就是红 可是家里面还没开始煮饭 很多事情都没有什么样的差别 有一天我突然想到 因为是我们家楼下那里有一条路 是通往一个小学的必经之道 所以我开始去留意车流 跟我的机器上面显示的时间 我发现是密切相关 因为小学是四点放学 所以呢三点半 这是非常科学的监测呢 我真的吓到 因为我以为我住在楼上 然后又隔着下面的马路门窗又关着 外面几辆车来 不要说几辆 几十辆车来来来去去接接小孩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那时候看到这样的数字 然后我明确的跟这个东西连接起来 我就开始等着 那礼拜六日会怎么样 真的就没有 礼拜六日就没有接小孩这件事 就没有那么多的车流 所以我整个吓到 我想说那以前我没有注意这件事的时候 每天你以为你坐在家里没有动 可是外面的空气品质就影响你 好那这就说到外面空气品质 那大家就会讲说 那我们就有这么多的穗金 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处理空污这件事情 我想我也很好奇 那像陈医师他看这么多 他会不会很很有感 他跟你有没有讨论到说 空污我们应该要集体来努力什么 空污的部分没有多谈 因为他之前已经出过另外一本是谈空污的 所以我们在这本 可以去看那一本 对对对 那本也是跟台大的这个环境医学的教授 非常专业教授 陈宝中教授也是谈到空污的部分 那个就是非常专业 而且非常详细的有针对这个部分做说明 那只是说刚刚有提到 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那个你用监测的方式 这真的是我们也在过去的新闻里面 有看到的 包括很多的专家也出来分享 就是说谈到这件事就是你的住家的环境 真的这个临马路的空气品质真的就会比较差 慧文那书里面也提到 其实肺癌的药物跟治疗有很多新的进展 你说连陈医师这么老经验的人都觉得有赞叹 这样这也带给大家要关心这件事的一个动力 有哪些新的治疗发现吗 因为他自己本身刚好 他从住院医师一直到现在 这经历的这20年来 他刚好就是搭上了我们这个肺癌进展 最飞跃的一个时代 所以他的感受会很深 他跟我们曾经分享一个案例 就是说他以前包括他自己 或是他的同僚 尤其是做这个胸腔外科的 每一个来 他也只能两手一摊 很无奈 因为他手上没有任何的工具可以帮忙 因为这些比较晚期的患者 都已经有的都严重 没有办法开到了 那不能开到可以做什么选择 当时的状态是这样 他说甚至他的同事 有人因为这样子就转行掉了 就是就不做这一科了 不走这一科了 那现在呢 尤其这十几年来 这个尤其标靶药物的出现 确实带来很大的一个新希望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一直在提到说 肺癌它是跟基因的这个状况是实际相关 我们的肺癌里面 他们已经研究出来了 大概目前有五六成的患者 如果你是有带EGFR这种基因变异的 或者是AFK这种基因的话 那要恭喜你 你使用标靶药物的效果就会非常好 甚至有人这个因为这样子就虽然是这个 我们常常讲说晚期不代表是末期 其实这个观念在现代来讲就真的是这样 他已经越来越日趋于可以好像是一个慢性病 在让你做一个控制跟治疗 那当然除了药物的进展之外 我们现在的放疗也是很棒 现在的放疗越来越精准 以前大家有一个传统观念觉得说 我做放射治疗好像皮肤都黑掉了 我整个身体都被破坏光了 那个后遗症非常严重 可是现在所谓的精准治疗是 它加入很多新的科技新的技术进来 比方说它可以用电脑做定位 在你的肺部里面哪里长肿瘤 以前是真的瞎子摸像 医生也是用猜的 现在呢他可以提前先用这个电脑的定位 用这个电脑断层 先把你的肿瘤的位置标记出来找出来 那他再把这个放疗的治疗的东西放在里面的时候 你的放射线只会在你的肿瘤部位生肖 旁边其他不相干的人等 通通都可以回避 所以越来越精准的情况之下 对于这个治疗的成效 当然就是会越好 所以现在其实就临床医师来讲 他们有很多的工具都可以使用 不只是开刀 不只是药物的部分 甚至放疗的部分 还有现在有一些免疫疗法的部分 通通加进来 你有这么多可以选择可以运用 其实在他们临床上发现 跟过去相比 这个存活率真的是已经也提高了蛮多的 是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如果仔细去看书里面很多的例子 你就会发现说 早年那种无助 缺乏所谓武器的年代 跟现在是很不一样 那也希望透过今天 惠文跟陈医师整理的这本书 大家可以打开一个新的观念 包括身体的各种疾病 其实治疗上都有很多的突破 所以不要再有这种害怕逃避的心态 应该要积极的去追求健康 从书中我们看到说 好像这个你的亲戚是阿姨吗 也是这方面的疾病 这是跟你写这本书有关吗 应该是 对 就是呢 其实我阿姨的事情已经是比较多年以前 老实讲那个时候我也对肺癌没有太多的认知 只是知道有一天就是突然被家里通知说 阿姨得肺癌 怎么几个月后 我都还来不及找时间去看他 已经快要不醒了 你知道我阿姨那时候一开始真的只是咳嗽 他自己也是以为是感冒 就去看医生 结果呢 医生开了药诊所 开了药吃了一两个礼拜 没有好 就觉得奇怪又再去换一家中型一点的医院看 这一看医院马上发现不对劲 叫他一定要到台北 因为他本身是住基隆 叫他一定要到台北的大医院再进一步的确认 果然就已经死期了 什么都来不及做了 所以很快那时候我记得不到半年吧 就走了 而且非常的年强 好像才五十几岁 而且我觉得最令人遗憾的就是他那时候正当 其实我们在知道他得癌症之前 我们其实是替他开心的一件事情是 他跟我移仗在林口那边买了房子 准备退休之后 辛苦了一辈子 小孩也都大了 有的又要准备结婚了 才刚买了房子 都还没有住进去 然后就宣布生病了 这样子 后来就走了 那个房子他也没有机会住到 所以会觉得说有时候 癌症这种东西真的是扼杀了你的很多人生的梦想也好 或者是说你的很美好的一些人生规划 如果你能够提早发现 这些都不会发生 这是我们一再的希望大家能够 能够超前部署的原因 就是现在肺癌早期跟末期的这个治愈率 整整早期可以到百分之八 接近九成 末期的话大概只有百分之八 你看这个落差有多大 而且你后面你要付出的 不管是治疗上的费用也好 经济的这些负担 还有整个家庭的这个冲击 其实都会比早期要差非常非常多 那大家现在可能是在思考 就是说还有一个疫情这几年 很多人因为想避免去医院 然后是不是你的健康检查时程有延后的状态 这个也要呼吁大家 像刚才这个慧文提到的肺部的检查 那大家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一些检查 不要只有看到什么新闻啊 艺人的事件之后一窝蜂的 那其他该检查的就是平常没有人报 你就当没事 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是最近一个医生朋友跟我讲的 他们医院啊 最近才对45岁以上组织医师 大概四五百人 做了一次LDCT的检查 你知道抓到几个人有肺癌吗 医生哦 整天可能也是在医院里面 有没有到十个 是没有 但是也有两个 你会发现如果你没有做这个检查 你根本都不知道 对 所以我说我刚刚一开始跟大家讲了 有很多你自己身体基因的状况 其实我们没有介绍 现在有很多人会 见解会去做那个基因的筛减啊 那但是有些东西 技术还不是那么确定 不成熟 当然也没有必要说太过度 可是掌握知识 总是维护健康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有正确的知识 不要再用很传统古典时代的说 心情放轻松啊 每天正常做洗衣 有运动就会好 那个是基本的啦 可是现在你要做的可能更精致了 所以这就让大家参考一下 会问 呕心立血 为大家整理的这个著作 所以为了帮助大家的健康 非常谢谢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祝福大家 谢谢丁医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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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